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记第135回 柳鸣微微一笑也坦然的承认了 在下这点修为看来是瞒不过梵大师了 这句话一出 不但梵白子有些动容 旁边的钱钞更是惊喜交加呀 在这种时候 百邻居突然多出了一名后期大圆满境界的客卿 这对于他来说 那自然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喜之事啊 哎呀 没有想到啊 钱道友这么年轻修为就到了这种境界 看来即使和武宗那些核心弟子相比 也未必差到哪里去 以后即使冲击灵师境界 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梵大师过奖了 在下若真有冲击灵师的把握 早就躲在什么地方开始准备了 其实在下这次到玄境来 一是想寻找合适的真煞之气 二则想收购一些辅助器物丹药 好为以后冲击这灵师境界能多上一两分把握呀 前道友起码还有冲击灵师的机会 光这一点就不知道献杀了多少人 至于真煞之气和辅助冲击灵师的丹药器物 虽然说少见 但是在闲境这种地方也并非说没有希望得到的 特别现在前道友身为百灵级客厅 这次拍卖会上说不定就会有些收获呀 樊白子哈哈一笑大有深意呀 怎么 莫非这次拍卖会上就有真煞之气出现不成吗 柳明一呆呀 心中一动 回头就向前超问道 樊大师说的没错 为了这次拍卖会啊 百灵级的确收集了数份真煞之气 并且呢 其中最珍惜的一种真煞之气 还是这次拍卖大会的压咒物品 已经在阴往玄境的途中了 很好 这次拍卖会看来我也要参加了 东主上次承诺的拍卖大会的拍卖物品 我可以半价拍下一件 应该是真的吧 哎 钱某做出的承诺怎么会有假呀 无论钱先生想要拍卖任何东西 我都可做主只付出拍卖价的一半即可 天超虽然说心中大感肉疼 但是更想多拉拢柳鸣啊 当即呢 回答的也是非常的果断 很好 那在下就先多谢过东主了 樊白子坐在旁边 笑眯眯的看着这一切 对了 樊大师啊 你这次传讯来说 先炼制出某种高阶的丹药 准备拿在这次拍卖会上出售 不知道是何种丹药 可否先告知一下名字和功效 我也好亲自安排此事啊 钱超终于说起了自己此行的正经事了 这就是我这次要参加拍卖的丹药 燃血丹 白袍老者似乎早就等着钱超这话了 为言不慌不忙的 就从怀里边取出了一个玉枝般的小瓶 一个倒转 从中倒出了一颗血红色的丹药出来 钱超神色一宁当即起身走了过去 将血红色的丹药一抓而起放在眼前仔细打量 又放在鼻下轻轻一嗅 什么味道也没有啊 这位百邻居东主不禁眉头微微一皱 就在这个时候 樊白子却满脸傲然的说道 这燃血丹是我按照上古丹方好不容易炼制而出 不但说耗费了大量的珍稀的灵草 一炉更是只炼制出了三颗而已 而且相信此丹 整个大全国也只有凡某一个人能够炼制出来了 其效果呢 即使短时间之内可以激发一人全身的精血 让其法力一下子比正常的时候暴涨近四成之多呀 什么 这丹药可以让人的修为提升四成 但不知可以维持多长时间有没有后患呢 钱超先是已经但马上就抓住了关键之处 这要看服用之人自身肉身强大于否了 肉身不同的修炼者其精血激发之后的效果嘛 那也是大不相同的 但是起码可以维持一刻钟的时间呢 这个嘛是毫无疑问 至于后患嘛 自然也有一些 那就是因为精血大为亏损会导致服用之人在以后悦许时间之内都虚弱异常 甚至于一些肉身太弱的家伙说不定还会在效果过后立刻晕倒当场的 当然了 只要事后多加调养 将精血重新补上之后 这些症状就不复存在了 凡白子 最后没有隐瞒这种燃血丹的缺陷 就此单真像大师说的这样 这点后患自然不算什么了 按照惯例 凡是丹药类拍卖物品本居还是需要验证一番之后才能上拍卖会 大师不会介意吧 对于钱超来说 这种燃血丹的效果若是真的 那价格之高可想而知 绝对也可以作为压轴物品之一来拍卖了 没关系啊 我也知道拍卖大会的惯例 这一颗燃血丹 钱冬主可以先带回去检验 但是 此种丹药我也只炼制了三颗而已 每一颗都珍惜异常 所以你们检验归检验 不得损坏此丹真正的药性 多谢大师体谅 管大师放心 本居验证丹药药性的事情 那不知道做过多少遍了 只会取此丹表皮一些粉末来检验 绝对不会损害丹药本身的 嗯 很好 我对百邻居信誉也是十分放心 那就如此说定了 好的 钱超自然口中称谢 小心翼翼的把这枚燃血丹重新装入小瓶 若是二位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老夫就不多赔了 我准备去丹房再去炼制一些丹药 樊白子喝了口茶 却说出了送客的话 神色也一下子冷淡了几分 看来外界说他脾气有些古怪 还真的是不假呀 樊白子文言自然下意识的望了柳明一眼 柳明微微一笑 不慌不忙的冲白袍老者一抱拳 樊道友 钱某这次陪钱东主来这里 其实嘛 还另有一事相求 不知道道友可否愿意听一听啊 哦 有事相求 若是其他人 我自然是懒得理会 但是钱到有十一名后期灵徒大圆满 自然又不同了 老夫可以听上一听 樊白子听了之后 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钱东主 您可否先回避一下 此事在下想单独的和樊大师谈上一谈 啊 这个自然没有问题 这样吧 钱某呢 先到刚才路过的那间偏厅等候一下 钱先生谈完之后 直接去找我 樊白子没有反对 并且一声吩咐 召唤出了一直在外面等候的那名童子 引着钱钞就离开了大厅 好了 道友有什么话都可以直接的和在下说 我希望钱道友所说的事情 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的 樊白子等钱钞和童子消失 双目一眯 冲柳明说道 我这儿有一样东西 不知道樊大师认不认得 柳明文言一笑 并从袖中摸出了一个指甲般大小的东西 直接递了过去 老夫先看上一看 哎 这个是 樊白子原本漫不经心的接了过来 但等结的手指微微一沉过后 这才有些吃惊的低头仔细看手中之物 当即声音已经微微发颤了 那东西 赫然是一小块淡金色的黏土 正是柳明当初得到了那块金金稀土中的一小部分 看来大师认出此物了 不错 此物正是对丹师雷说重要至极的金金稀土 樊道友是否还要再仔细的辨认一下 看看是否有误啊 不用 不用辨认了 我当初曾经也得到过两千金金稀土 不但远没有你这块大 那橙色也远远不如啊 哎呀 这的确是金金稀土不假 前段又说吧 你到底想求什么事情啊 只要你将这三两金金稀土给我 无论是丹药还是其他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一口答应下了呀 樊白子用手捏了捏一堂柔软的金色的黏土 毫不犹豫 此刻这位在玄京赫赫有名的炼丹大师 望向柳明的目光中 竟是火热之色 我的要求们很简单 就是希望樊道友指点前某炼丹术 柳明目光一闪回答道 什么 学习炼丹术 前道友也是一名丹师 在下虽然曾经看过一些炼丹的点击 但是真正炼丹术我可从来没有接触过 那道友可知道炼丹之道深奥无比 若是没有天资的话 就算有一些人穷极一生之力 说不定都没有办法进入此道大门呀 白袍老者听了之后 脸色有些难看了 在下进入修炼界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 这点常识怎么会不知道呢 不过因为某些原因呢 前某必须学习炼丹之术 还望道友能够成全呢 道友可知道老夫在炼丹术上的天赋有多高 学习炼丹多少年了 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不怪什么原因 我还是见前道友啊 你放弃这个想法吧 我看你修炼天资不错 如此年轻就修炼到了现在的境界 你又何苦再分心学习此术啊 如此一来的话 很可能落个一事无成的下场 到了那个时候 你可就追悔莫及了 多谢梵道友好意 但此事在下心已决 既然你真的要跟我学习炼丹术 也不是不行 但是老夫呢 要给你约法三章才行啊 道友尽管说来听听 一 我凡白子炼丹术 纵然说不敢称是大选国第一人吧 但是自问 也不兴色于武宗专门培养的那些炼丹大师 所以你要跟我学习炼丹术这一块金金稀土还不够啊 既然一块不够 那再加上这一块如何呀 这就是我手中仅剩的 全在这了 柳明眉梢一条 袖嘴一抖 赫然又一块比先前小一圈的金色黏土抛了出来 你果然还有剩余的金金稀土 这两块加起来的话 也有五两重了 倒也勉强够学习炼丹术的报酬了 这第二 炼丹之道深奥无比 你的身份也特殊 虽然说跟我学习炼丹之术 但仍然平倍相交 并且我只会指点你三年 能学多少吗 那就全看你自己的天资如何 一旦超过这个期限 我绝对不会再多传授你半分了 我原本呢 就只打算学习数年 三年的时间足够了 但是我也有个要求 凡道友啊 必须以心魔发誓 对我传授的丹术 绝对不会有丝毫的藏私 行 没有问题 我自问还有一些名声 绝对不会在这方面 做出犹如身份的事情 好了 第三 学习炼丹术 那是一件十分消耗灵药灵财的事情 你在我这里练习丹术的时候 所需的东西都可提供 但是 必须按照试驾支付灵食 我提醒一句啊 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丹师 大量的练习呢 可是必不可少的事情 甚至于从某方面上来说 比那练丹天赋 还要重要的多 毕竟有绝佳练丹天赋 也不过是让你少浪费一些练丹次数而已 所以这笔灵食肯定嘛也是一个天价数字 最好有一个心理准备 以上三条你若都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从即日起 每个月可以来我这里五天 我会专门抽出半天的时间指点你练丹术的 一个月 只有五天 这 这是不是太少了一些啊 柳明听到这里首次犹豫了 我平常也必须钻研丹术和炼制丹药 这能抽出五天的时间已经就是我的极限了 你若是不答应老夫 那也没有办法吧 好吧 那五天就五天吧 那在下和樊道友就如此说定了 很好 只要你真有炼丹天赋 并且财力也能支持一直练习下去 有这三年啊 我相信也足以将你引入炼丹之道的大门了 凡白子见此呢 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 并将手中的金金稀土收了起来 下面的时间 白袍老者自然没有多留留名的意思 又叮嘱了几句 不要将其得到金金稀土的事情泄露出去 就让他离开了 一顿饭的功夫过后 柳明和田超就走出了凡白子的洞府大门 直接无视木亭中 众人的目光下山而去了 当然在此之前 这位百邻居的东主 听到凡白子真的答应 会指点柳明炼丹术的消息之后 自然也是愣了好半天 他看柳明的目光也越发的奇怪了 因为他心里明白 他对柳明的认识 还是太肤浅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记忆观众收听 摩天记第136回